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Notion的部分 其实我们这一次呢 有帮大家准备一个白板 就是補线上的同学 现场那也可以啦 不过现场就直接下去看比较快 您可以看到在这边 这里有一个白板 在简报地页这里 那您打开这个白板之后呢 这个进来 大家都是那个 不用登录账号就可以进来了 所以呢 如果你在我们今天上课过程里面 可能现场同学 你有一些画面上的问题 或者是等一下 我们要请大家分享一些内容的 你就可以来这边 直接把你的图或文字 Ctrl加V贴上去好了 好就可以了 对对对 所以你看像在这边 如果今天要抓这个画面 我就把这个画面抓下来 好复制了之后 就可以来这边 Ctrl加V贴上 它就会进到这里面来了 有没有 真的过来了 文字也是一样哦 你就直接复制就可以进来就可以了 好吧 每一个滑鼠游标都是一个人的人生 反正文字也是这样子复制 然后就到那边贴上 这样子呢 各位就会比较方便了 有没有 OK 好 这个是让大家先知道 我们 现在的同学 怎么跟老师现场这边做互动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哦 等一下哦 这个不用 好 那第二页的话呢 我先 一样哦 有一些我的基本的资料 那各位呢 在右手边这边 我有Vlog 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 如果你有空的话 你可以到 这些网站啊 或者影片上 可以看一下 那左手边这边 我们现在也有官方账号 所以呢 各位 如果 后续呢 有一些使用上的问题 也欢迎你 就直接加入就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在 Notion的这一块 其实你在网路上 应该有看到 好多人都在用Notion 对不对 那么 其实笔记软体有很多 那 各位呢 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 一些 做笔记的方法 你用哪一个 其实都没有关系 因为重点 重点在于说 你的资料 要能够怎么样 进得来 出得去 为什么哦 很多人做了笔记 不管你手写 还是坐在电脑里面的 记得之后 最后找不到 所以呢 以后 还是都问Google 对吧 不然就要重新再做一次 所以这个其实要找不到 那用Notion 有一个很大好处是 其实各位 你们平常在寄东西 你自己想看看 你如果是Word Office 你可能就有Word 对不对 还有什么 PowerPoint 就是这些档案呢 你都有可能 就是我们的PPT 然后呢 有可能有PDF 对不对 还有呢 有可能有纯文字的档案 有影片档 有音乐档 有图片档 请问 如果你用档案总管 建资料夹 是不是要存很多东西 要找好不好找 不好找 对不对 因为都放在不同地方嘛 而且我们现在有没有很多云端服务 有啊 一下放在Google 比如说email里面 然后一下子 可能放在这个云端令别 或者是你是Google简报啊 之类的 那非常多 那么NOTION 其实有一个很大好处 就是它是一个整合的什么 笔记 还有你的知识库 那你的文件 甚至你可以做专案管理 哎 各位 我刚刚这里面还少写一个 就是什么 Excel 对不对 试算表嘛 Excel 所以它里面呢 也有这些资料表 甚至它现在 前一段时间 就今年了 有推出了 NOTION的日历 哎 平常大家可能有机会 是不是用到那个Google日历 对不对 对啊 然后这次 它推出这个日历之后 就可以跟Google日历结合在一起 那这样子呢 补足了它之前比较弱的一点 他们还没有完全全面 但是我觉得 其实就相当不错 那而且呢 你可以看到 其实NOTION相当年轻 是2016年 才称义的 才几岁而已 有没有 虽然没有AI那么年轻 但是呢 笔记软体 一般来讲 像这种都是比较属于系统性的东西 系统性的东西的话 其实说真的 不像我们用一般的软体说我要换就换 因为你系统性的东西 你要思考比较久 其实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自己用NOTION 我大概用了差不多一年左右 刚开始前半年也是蛮痛苦的 跌跌撞撞的 就觉得这个到底符合我的需求吗 然后又觉得他有些格式上好像就还 你如果把他当排版团体来看 你就会发现好像不太怎么样 不是很OK 对不对 他跟过的又不太一样 所以你要怎么样去使用它 才能够更符合你的需求 这个是我也摸索一段时间 而且他在2020年就宣布了 个人的用户可以免费使用 以前的话他虽然有免费使用 但是他的免费使用是比较有群现的 在等于说不到四年前 就是他宣布免费使用之后 你没有容量和业数的限制 这很重要吧对不对 想付钱的先举手 应该比较少 但是他有付费的方案一样 那重点是他还有开放七天的历史版本 也就是说你 像以我来讲我现在其实用的就是免费方案而已 事实上对我来讲是够的 那你编辑的一份文件 你七天之内都还可以再回到过去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我今天编完了 糟糕错了马上就这样回不去了 有没有 你可以随时找到七天前的 当然如果你有付费的 可以有比较久 甚至是企业版的话 他是完全没有限制 你随时可以回到过去的任一天 那这个其实都很重要 那么另外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免费方案 就是你的附件 因为你看你有用email 有用一些其他的那个资料 如果你想要在这个文件里面夹带档案 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很麻烦 对不对 那在notion里面呢 你可以直接把附件就夹进来 只是从免费的他最大一个档案 不管是什么Word啦 PDF还是什么语音的档案都一样 就是伍妹档 图片也是一样 那以我的需求来讲 其实我大部分都是图片比较多 好 我其他的内容 也许我就是放在我的名端硬碟上 所以其实就还好 那各位呢 现场或现上的朋友 如果你有就是EDU的信箱 就是学校的信箱 其实你可以直接免费升级成教育板 那教育板就等同他 第一个付费的方案 就是个人付费的方案 所以你一样有无限的 页数储存空间 而且怎么样 你的上传的档案 没有档案大小的限制 然后你的页数 就是那个储存的历史记录有30天 所以等一下我们带各位 如果说你有已经有教育板了 应该说教育的账号 你就可以直接申请 这样你就可以享受更多 那这个是我们先针对Notion的部分 跟各位介绍一下 那其实说真的 其实像这个Google 有没有 你们可能有些人有听过 KIP 这个KIP不是LINE里面那个KIP 最近已经要退场了 各位知道了 你不知道 LINE的那个KIP 我忘记 我记得今年不知道几月份就要退场了 这要怎么办 这要怎么办 自己想办法 他有告诉你啊 他会通知你啊 当然就要靠你了 所以说这个KIP是Google的 那这个呢 其实也是蛮不错的 所以如果说啦 你平常的记事 需要记的资料没有那么多的话 老实讲 你用这个还不错 我自己平常有用蛮多的 我给各位偷看一个 这个不是我现在在用的 这是我的测试账号 他长得就像这样 有没有 你可以上传图片 可以用文字 像这样都可以 这样了解 然后呢 你也可以有标签 你可以分工作的 家庭的 有没有 像这样 那不同的标签 这样我们在做就很方便 也可以 如果这一则很重要的 你就可以把它置顶 它就会自动跑在最前面 不会被 伤掉这样子 好 所以 其实 我又也蛮鼓励大家 如果你真的 就是那个资料量不是那么大的 你也可以先从这种 因为 能 让你觉得好用的 这就是好工具 所以我也必须讲 今天我们介绍的notion 不见得适合每个人 好 就好像一件衣服嘛 他穿很漂亮 可是你穿不见得就 就刚好 对不对 好 所以 找到你最适合的 这最重要 那 那目前啊 其实您可以看到我们简报第五页 其实 笔记的软体 目前比较常见的大概这几个 最早的应该是 Apple Note跟微软的One Note 好 这两个 然后后来呢 notion加入战场 然后 当然还有其他几个 好 所以呢 您可以看到这几个 应用服务的那个特性呢 我简单的就把它稍微列在我们简报的地云列这边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Apple Note跟One Note是比较接近的 好 那就是单纯的就好像平常各位在做开的档案这样子 好 那 他们呢 One Note这个有一个好处啊 他支援这个手写的 所以如果各位啊 你有那个 就是像Apple Pen Pencil那一种 手写笔的话 其实你想要用手写的方式来记录 那个就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因为这个 这一块的话是他的特色 因为 他的手写笔记的功能相对 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其他的就比较没有这一块 那另外呢 我们的notion 他最大的好处就是他 他有很大的弹性 也就是说你可以做很多客制化 这是他最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待会我们会看到 那当然 你可以客制化就可以比较自由的编排你的内容 而且你要做那些连结啊 都相对的方便 那我们现在这些笔记 你可以有软体端 也有什么 App的应用程式端 也有云端的 所以你今天跨装置都不会有问题 所以他通通都同步在云端上 所以你从哪一个装置进来 你的资料就通通都会一样 事实上呢 微软他不只是只有推出这个OneNote的 他发现notion很好 用的很多 他也推出了一个叫loop 所以刚刚有同学一进来就在问我说 老师这个有中文吗 开始他没有 notion没有中文 虽然已经一段时间他就死不推出中文 所以你只好用翻译 但是呢 微软推出了这个loop 长得跟notion一模一样 但是人家有中文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想先试看看呢 我也欢迎你可以试看看 微软的loop 当然他有少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知道资料库他没有 所以他比较像单纯的笔记 但是呢 他长得跟notion几乎是一模一样 等一下我会给你看一下画面 所以这个呢 你都可以自由选择 你看我们简报的第六页有没有 在这边 左边就是什么 就是notion的画面 右边就是微软的loop 所以他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微软常都做这件事情 哪不过就加入 反正呢 你可以参考 至于说 他 使用人数还是相对比较少 所以你如果觉得说notion刚开始比较 你觉得没有中文是一个大的困扰 你就可以从简报的第六页进去看一下 这样有没有问题 可以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当然 我现在也开始导入就是 AI的部分 有导入AI的部分 不过个人版目前没有 所以那个我就先不提 那第八页这边有 最近有看到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念比较好 F5 F5 那 他也是 类似notion的 可是呢 他多了一个 这个 因为他有局部的中文界面 也就是说他的界面没有部分有中文 然后呢 他有类似 像我们刚刚这个白板一样的新制图的概念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上面用画的 你可以做新制图 这是他内建的功能 所以其实你看不同的软体不同的云端服务 他都有不同的诉求跟特点 好 所以找到你觉得适合了 这就是最好 这样OK吗 可以咯 好 那当然notion也有过OK的地方 所以第一个就是刚刚大家 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没有中文 那目前其实他有 英文有日文有法文有很多 大概十几国的语言 好也有韩文 就是没有中文 连简体都没有 好所以不是跟对岸有关系 所以这个地方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比较难的就是 他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 好那我刚刚讲的 因为他的功能很多 加上你想要灵活应用的话 你就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学习 可是大家不用急 就是你如果真的想知道 就是先从一点点一点点开始 所以我们今天有给大家十个任务 对对对对 慢慢的一步一步完成 好那前面几个任务是跟AI有关的 所以就算你notion学不好 AI也要会一点 哈哈哈哈 这样了解 好那一般来讲大家呢在notion的使用上啊 其实大部分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两个 把notion当作握得来看 那你就会跟我一样 刚开始会很失望 因为他的排版功能就没有像你用过的那么多 因为毕竟他是网页嘛 对不对 好所以说他不像我们一般的那个 排版软体 我可以做很花俏的排版 他没有 所以你不要说我为了 这一行我就要跟他 怎么样调整行剧啊 然后什么字剧啊 你就会发现这个不是你要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网路上有很多人分享很多的饭板 那大家都想要怎么样 看的梦一次就到位 大家都很想一干净都不想继续 从基层做起 这样了解吧 大家都觉得 我看这个网红 这个大师很多 我就能够拿到他的饭篷 我就跟他一样了 那这个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 你拿变的衣服来穿 不好意思 好一用我好你用 对不对 所以说 你不要急着说 我就要拿别人的饭本来 先从基本的开始 这样就要解 好 所以我们先在前面这一些啊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有哪些的这些 这个笔记的应用工具 然后呢 还有什么样的 就是他的优点缺点 跟大家做个说明 那这样待会呢 各位 你应该就会比较 觉得 可以接受Notion的样子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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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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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